财团法人玉璃正协天宫在4月11号举办建工150周年的宫庆 以及为期7天的齐安礼斗法会 于信众以及县府支持 有许多的物资透过这次的礼斗法会的所有物资 将全数分配给需要的弱势团体单位 财团法人玉璃正协天宫在4月11号举办建工150周年宫庆 以及为期7天的齐安礼斗法会 由于信众以及县府支持有许多的物资 透过这一次礼斗法会的所有物资 将会全数分配给有需要的弱势团体单位 我希望分化给我们19360 还有我们玉璃正16所学校 发放给他们 因为他们需要 也谢谢我们县正人 对我们这一次150周年的支持 把这些物资发放给需要的人 玉璃正博校校长表示感谢 过去受到协天宫多次的赞助以及帮忙 这一次也能够感受到物资的赞助 将会把这些物资用在孩子身上 因为他这边给我们的是一些运动饮料 还有饮品的部分 那这个我们会再给学生做我们的补充 然后因为我们有一些户外活动 或者是一些假日的集训 这个时候可以给学生来做点心使用 也很感谢那个人 协天宫的帮忙 5月17号的上午10点 由吴玉璃董事长率领全体的董监士 在协天宫前广场发放 普渡物资160包 运动饮料400箱 制造玉璃镇辖区内16所学校 以及偏远地区193县6个里 华山基金会的玉璃镇 希望把善的循环持续传递每个人 让社会多一点温暖 并且能够关照更多需要的人 以及弱势族群 让普渡贡品更具有实质上的意义 记者高双双玉镇采访报道